其他消息再来看看高雄一间国中福利社的三明治只卖十块钱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 很多学生买了之后只说真的很瞎 因为这三明治打开呢 里面的火腿啦肉啊蛋啊都只有原本size的三分之一 学生说这真的是太瞎了 但是校方解释说这样子便宜的三明治是为了让弱势学生可以买得起 三明治卖十块钱 他们说利润只赚两元 你最近国中的三明治哦 哦分量还不错打开来 学生开心得到福利社买了超便宜三明治 外包装看起来有火腿有蛋扎实美味 接着学生把三明治摊开差点傻眼 哦不错耶 大家好上面有肉有蛋有火腿 啥小 肉有了蛋也有了火腿也有了 就只有一小片 不管是蛋火腿还是肉都只有完整品的三分之一 学生说真的太瞎了 但也有学生说因为只卖十元 所以馅料不多可以接受 我觉得还好耶 因为就是钱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吃一下有味道这样就好了 就是真材实料 不会像外面有些就是这样冒充的那种喜感 校方认为三明治的内容物的确有点少 但因为要照顾部分弱势学生 才会推出十元三明治 现在有学生反应 也会要求厂商改善 学校的中地收入户有大概百分之13%的孩子 我们的产品如果都是跟生命爷们一样 都要28块以上的 那孩子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到早餐 成本8块你还要够买了很多吗 多一点料的话他就说要涨价了 校方说吃不饱的同学 也可买20元的火腿蛋吐司 里面的蛋和火腿都是完整的 学生的创意影片 校方说会接纳 也会调整三明治的做法 让学生可以吃得更饱 记者 筹文君 吴国珍 高雄报导 小子 筹文君 吴国珍 高雄报导